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和左手 您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接下来看看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 欢迎 来吧 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 今天的第一队嘉宾朋友 在情感当中遭遇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快一年了 刚开始热恋的时候一切都还好 但随着交往时间越来越长 我越来越受不了他人来风的性格 经常弄得我特别尴尬 我觉得他现在和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呀 完全是两个人 对我的态度也是那种很不耐烦的样子 和他沟通的时候吧 他总觉得自己很有力 我们现在三天一大潮两天一小潮 一直这样下去 我真的觉得我们可能走不下去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多27岁 来自内蒙古 自媒体从业者 女嘉宾小赵29岁 来自天津个体 有请两位 有请 主持人好 社会保持好 欢迎两位 咋认识的呀 我们是通过一个游戏群 他主动加的我 想让我带着一起打游戏 然后越打越熟 后来呢我们就相约了见面 见面以后呢感觉 你们是在同城吗 不是同城 你在哪儿 我在内蒙 你就是咱天津的姑娘 对 为是的 然后就见面 对 见面 然后感觉她很漂亮 也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呢也是她心意的那种 能够长到她那个审美点上 然后两个人相处了 长到审美点上 你觉得你帅呗 对 然后我们相处了 大概有快一年了吧 一开始还挺好 后面呢就各种性格上面 还有生活的一些习惯 两人经常会有一些小毛病 行 那我先问一句 你们的状态 就这一年多 你们是同城的还是异地呀 异地的比较多 就是你还在内蒙古 也不是 在北京 你在北京 对 倒是这两地还好 闹异间闹得比较多 是吧 你搬为什么事闹异间呢 因为他太人来风了 这是个啥事儿啊 真是 就是他的性格太外向了 有一次我带着他 去见我闺蜜的男朋友 他一上来 二话不说 就把人抱住了 把谁 把闺蜜抱住还男朋友 把闺蜜的男朋友 那没啥 男人之间热烈地拥抱一下 就是因为第一次见人家 你说也不认识 你说就上去就抱人家 就弄得我跟我闺蜜 还有他的男朋友都很尴尬 我觉得不尴尬呀 就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他们兄弟 没事 这没啥呀 我表达热情吧 抱一抱 我们还有一次 就是去音乐参巴嘛 然后他必须得拉着 人家男朋友上去唱歌 跳舞 人服务员的话筒都坏了 他还要上去唱 然后轻唱 因为我觉得本身你说 如果要是只吃饭的话 就没有什么意思 吃完以后 我想活跃一下这个氛围 我心想着就上去唱歌呗 结果上去以后话筒坏了 但是我轻唱了 唱完以后 他们也感觉挺开心的嘛 我也没多想 反正到后来 我就觉得他老说我这个事 我觉得有点不理解 这没啥不就热情吗 开朗吗 那人家话筒都坏了 他还上去唱 太丢人现眼了 不是 人家愿意表达 愿意去歌唱 这有什么丢人现眼的对吧 这不是性格挺好吗 朋友们不烦他吧 只是你觉得丢人吧 我的姐妹们 肯定也觉得特别尴尬 但是人家也不好意思跟我说呀 你也没问 是你猜想的 行 还有啥 就是他有一次 我们去跟他的朋友 就哥们去野餐 然后他也不顾及我的感受 就把我扔在边上 伺候人家的小姐姐去了 这可不对呀 因为是什么呢 野餐是我组的局 当时呢 人差不多有十个左右吧 男的女的都有 那我是组局的 我不能说把人家撇一边 就我俩 那样别的人觉得会尴尬 我呢一开始我就问他 你想吃什么 他告诉我说 大家想吃什么 你就给我拿什么吧 我也没放心上去 然后我就去准备了 艾哥照顾得特别到位 然后回来拿 准备好以后 他就脸色变了 掉下来了 我问他为什么 他就在那生气 我也不懂这个为什么 点赞了 那本来就是啊 我在车上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我已经很饿了 但是到那儿呢 你先照顾别人 又给人拿水拿零食的 还是给别的小姐姐 那你的哥们怎么想你啊 怎么就强出头 就强出你这儿了呢 我当时觉得 因为我比较活泼嘛 我就想把大家照顾到位 也没有多想 对 我们要是出去这么玩的时候 就特别希望有这么一个 能张罗的人 就这种人特别讨喜 你可以跟他一起忙活啊 他老伺候别的小姐姐 把我当空气 不是 你跟着他一起张罗呀 我比较腼腆平时 哦 所以人来风是第一罪状啊 还有别的吗 有 主持人 有 跟您说 他平常呢 说话是一个特别值 特别值的一个人 有一回我带我哥们 他第一次见 我们三人去一家餐厅吃饭 旁边有很多的顾客 然后正要吃的时候 我那哥们手机响了 同时有两个女生找他 一个问他在干嘛 另一个问他 你下午有时间吗 咱一起去看个电影 人家那边语音 还没有说完呢 他直接冲我那哥们说 你个渣男 我当时我都惊呆了 你又不认识人家 你这未免有点太直白了吧 那他本来就是渣男呀 哪有一个男的 是含两个女孩宝贝的 人家跟我们也没关系 咱也管不着 所以我那哥们当时脸色都绿了 我还跟他解释 我说我对象跟你开玩笑 你别寄欣赏 反正你跟他这种人在一起 反正也好不了 都在把你带坏了 我的天哪 行 还说话怎么值啊 有一次他带我跟他闺蜜 一起去逛街 那天呢 他说你随便穿吧 反正打扮打扮就行了 我也没在意那么多 然后出去呢 到商场门口准备要进去的时候 他当着他闺蜜的面 然后就说我 你看你个土老帽 穿成这个样子 你怎么能有脸跟我一起出来呀 我当时真想钻个地方 那本来就是啊 那你本来出去逛街 还是跟着我的闺蜜 你说你穿得那么邋遢 你不给我丢人吗 我觉得挺好 要么你就当时在家里告诉我 你该怎么怎么打扮 那出去逛街就要打扮一下呀 谁让你不打扮的 那衣服上都是有点子 那怎么出得去呀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错呀 你让我干嘛 我都干嘛了 你这么说 我很没有面的 我当时都想走了 主持人还有 就是他特别爱喝酒 每次都耍酒疯喝个烂醉 有一次他的哥们很晚了 给我打电话说他喝多了 让我去接他 我又起来半夜收拾去接他 然后他就跟我耍 把手机也扔了 就往后走 你说大半夜的 你不觉得特别不安全吗 我当时喝成那样子 一时肯定是不是很清醒 然后呢把手机扔出去呢 我只是想跟他开个玩笑而已 因为那种状态下 我是控制不住自己的 后面呢 我也自己反省了呀 我也跟你道歉了呀 你控制不住自己 你就少喝点 干嘛喝那么多呀 你为什么一直 拿着来说事呢 我就很不理解 那本来就是啊 还有一次就是 他晚上喝得也是烂醉 然后惊动我们家 小区的保安了都 然后人家给他送上了楼 送上楼之后呢 他又在家里面 大吵大叫的 但是还唱歌 都扰民了 那天是我那哥们失恋了 就我们两个人 我去陪他喝酒 然后你说他一个人喝那么多吧 我不赔也不好意思 我也跟着喝呗 喝着喝着我也多了 确实是我那天回去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去的 唱歌更别说了 是喜欢喝是吧 是逢喝必多吗 也不是 三情况吧 反正每次都喝多 喝酒不惹事就好 也惹事 喝酒喝出来一个女的 啥叫喝酒喝出来个女的 就是有一次 他在措措 他的手机一直在响 我以为是他的领导 给他打电话 怕他找不着他 我一看手机 一看是一个女的 给他一直打电话 叫他出去喝酒 而且两个人都认识快四个月了 我现在才知道 我当时是因为我那哥们 给我发消息我没看到 结果那女的给我发消息 正好被他给看到了 是哥们过生日 然后叫我过去 我就当时没跟他说过生日 我说有事 我得出去一趟 其实我是过生日去了 人也挺多 不是我们两个人单独出去的 你不玩就挺开心的吗 我还有证据呢 啥叫证据 视频 谁的视频 他跟那女的喝酒的视频 你咋会有 就是他不小心 他哥们我们有一个群 然后他不小心发在群里 正好让我给看见 带来了吗 带来了 能放吗 能放 你说能放 他觉得能放吗 可以 就没什么是吧 没什么 好 我们看看吧 来 兄弟 来 兄弟 来 饿了 不敢问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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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开心呢 这个女孩其实就是 喝酒认识的一个 普通朋友而已 不是 你为什么没带女朋友去呢 你朋友过生日 当时呢 我哥们儿人没说 我要带过去的话 我也不太好吧 行 人不说的话 我是不敢 不礼貌 所以女生好像在意的是 她喝酒这个事 背后的一些事 是吧 对 比如说因为喝酒 有一些烂七八糟的事出现 对吧 对 她就是有事 要不然那女的能给你点外卖吗 一点点四个月 而且还是在我不在的时候给她点 啥叫一点点四个月 因为她们认识四个月了吗 就天天给她点外卖啊 不是 其实是四个月当中 只点了五六次吧 不是 她为什么给你点外卖啊 我也不知道 就有一次 我后半夜发了个朋友圈 我说饿了 当时她不在 然后那女孩就找我 说你把你家地址给我 我去给你点一份 我说不用了 然后她非得要我就给了 就从那一次之后 就总共加起来有五六次了吧 我也跟她说 我说我有女朋友 平常我们两个人的一些照片和照 都会发朋友圈 也没有屏蔽她 我也跟她说了 我说你别再给我点了 以免引起她的误会 停为屏蔽谁知道呀 我真的屏蔽了 你要是屏蔽了的话 人家如果要还这样的话 那得太不要脸了 一个巴掌拍不响吧 哎呀 这女生说话 你说话可真不是直了 姑娘 男人她是愤怒嘛 就是我的男朋友 为什么不忠嘛 她有她的愤怒 对吧 就是跟别的女的玩着 都特别开心 她还跟其他的人玩吗 跟其他人玩 就是每次一回家 然后也不理我 也不管我吃没吃饭 然后就直接进屋 跟别人打游戏去了 而且还跟女的打 有说有笑 就把我冷落在外面 因为那段时间我上班 身体累工作一天 我想回家打打游戏 消遣一下 你说打游戏 无非就是有男有女呗 那四个男的打游戏 也没有什么意思 有一个女孩在一起 还能聊聊天 回约回约气氛 那你咋不带她打呢 你们俩不是就在游戏群里 认识的吗 她那段时间不玩 怎么的 没有女的玩不了游戏了 也不是呀 哎呀 这姑娘 我的天哪 喜欢她吗 特喜欢吧 现在也特喜欢吧 刚才那两句话一出就 我们都听出来了 行 你觉得这姑娘 还有什么让你 不中意的地方吗 主持人 你说女孩爱干净 我可以理解 但是她这个解癖吧 就严重到那种 我接受不了 你说我平常 比如说买个菜 出去了 回到家以后 坐到那个床上不行 还没坐呢 立马说我 哎 你别坐 你身上都是细菌 我就不理解 我身上也没有那么脏啊 我又不是出去 什么干嘛去了 又没有灰尘 就那么说我 我就很不理解 就回家需要换衣服嘛 是吧 对 那本来那床 是睡觉的地方 你说你从外面 又是灰尘又是土的 你往床上一坐 那不得皮肤病吗 我觉得没有 那不嫌脏吗 没有那么严重吧 怎么没有那么严重 还有 我每次把地拖一遍 我让她过来检查 她发现一根两根的 那种头发三 都不行 哎 重新打扫两遍 直到没有才可以 因为她总爱光脚踩着地 地多脏啊 那咱就不说这个 还有一个 吃饭的时候 咱平常用那个 一次性的筷子 你说正常人都觉得 那个掰开以后 这么刷一刷就能用了 它呢 它不是 得用一壶热水 烫一下 再清洗一下 擦干净才能用 擦干净也没有错呀 那本来就是啊 你说你要不烫的话 那细菌吃进肚子里 不得生病 不得去医院吗 那你不觉得你这样做 有点太累了吗 没事 你别说这个主持人 我跟您说就是我们 两个人的口味不太一样 然后就他特别爱吃辣 我就不爱吃辣 然后我们两个人 上次一块去吃烤鱼 人家服务员都告诉他了 这是最辣的 然后他还说 行 那就点这个吧 你说你有估计过 我的感受吗 我估计了呀 那咱平常吃烤鱼那些 都一个样 你之前都能吃 那谁知道 上次那家那么辣呢 鱼上来以后 就我一个人吃 他一口都不动 他就生气了 立马掉凉 我回家我自己弄吃的去 你也别管我了 直接就走了 我后面追 一路上我开车带他 然后他一路上都不跟我说话 我特别怕冷战 他不说话我也害怕呀 回到家以后 他就立马拉那个皮箱要走 要跟我闹分手 因为这么个事要跟我闹分手 那我饿肚子了 我一口饭没吃啊 我跟您说 就是我们上次就是也是晚上了 因为饿了嘛 要买宵夜吃 他买了四份回来 四份全都是带辣的 那怎么吃 你都知道我不吃辣的 你怎么还买辣的呢 那我当时出去要买的时候 我也问你了 我说你想吃辣吗 然后他跟我说 放一些微微辣就好了 其他你怎么看着 那不是因为 我估计您的口味吗 然后我才说放点辣 谁知道你四份全都放着辣呀 是啊 我大老远跑那么远 给你买回来 结果呢 我回来一口不吃 又跟我耍脸 我好奇地问一问啊 你看你们俩吃吃不到一起 住住不到一起 太洁癖嘛 玩玩不到一起 朋友朋友交不到一起 你们俩在一起干嘛呢 就是我想让他 把这对毛病都改了 改了不就不是他了吗 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你啊 你看你的热情他不理解嘛 他的直爽你也不欣赏嘛 朋友也不能交织在一起嘛 那你为啥跟他交往呢 因为我不舍得放弃他 我觉得他能改掉 我也可以改掉我自身 对对对 所以不舍得那个点在哪儿 能告诉我吗 他就是平常也管着我啊 就是关心我这那的 但是时间久了以后 可能会挺起我的一些烦躁吧 就天天说我那种 所以你舍不得他是 他能管理你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其实我是一个挺不自觉的一个人 如果要有一个人管着我 我会挺自律的 对 我需要一个看守 对吧 他是个好看守 哎呦我的天哪 那你为啥离不开他呢 我就是觉得他应该能把所有的毛病都改掉 不不不不不毛病是你不开心的地方嘛 有那么多的不开心 那为什么还不肯放手 那个点在哪儿 人家说了我不自律 你能帮我管理我自己 所以我离不开 那你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平时还是挺宠着我的 然后还挺让着我 我贪恋你平常对我的好 诉求是女生说 男生你改 改的你就是我这辈子的男人了 男生心里想 女生你稍微做一点调整 对我稍微管松一点 你就是我一辈子的女人了 又是一个改造计划 看看几位老师怎么帮着改人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人来风大多出自先天 但后天是可以修炼的 我小时候就是一个人来风 后天我修炼到现在 自己还比较满意 现在有很多的孩子都有表现欲 但是长大以后 我们还真不能时时处处 都去释放这样的人来风 就像你第一次见面 虽然是同性 热情的拥抱 也太把别人当自己人了 人家可能一时接受不了 你这个分寸感还是要把握一下 我冒昧地问一下 你的嗓音是因为喝酒吗 是 你看喝酒已经把你的这个 嗓音都喝得如此沙哑了 您说 一个男生半夜说自己饿 一个异性马上热情地为你点外卖 这两个人要么是有特殊的关系 要么就是这个女生很爱这个男生 这就是你喜欢喝酒带来的结果 你的恋人他是接受不了这样的后果 女生你的缺点很明显 我刚才听你说话多多别人 你的话让人很不舒服 了解你的人会说你说话直 不了解你的人会说情商低 我们说话要有分寸 更要懂得尊重 如果这一点 你自己不去修炼 不去改变 你以后会没有朋友的 以后你的社交也会出问题的 你们两个人既然走在一起了 就更要明白 我们多包容对方的缺点 多欣赏彼此的优点 对对方我可以提醒 但是你不要如此的多多别人 人会逆反的 你呢也要反思自己 不能吕就不改 谢谢 你们俩危险了 两个信号 第一个信号 刚才那位女性 其实在没有说到这个故事之前 以她的个性 我已经预料到了 你可以喜欢 别人也可以喜欢 她的拥抱可能让有些人尴尬 可能也是温暖了一些人 不小心就会吸引更多的异性 所以你的担心是正常的 而且这种事情的发生 概率非常的高 所以你好好的管理 没问题 不过管理的方式 到底对不对 我们还得好好谈一谈 你很热情 希望回应 你也享受对方给你回应 带来的价值感 好哥们好朋友 一见如故 嗨起来 放飞自我 当然会失控 我想你选择 你现在的女朋友 大多有点 闹钟取静之感 因为你有些失控 它弥补了 刚才你说的 可以管着点我 不让我太过于失控 这也是一种力量 但是 如果你的热脸 贴了冷屁股 一次两次 没有问题 时间长了呢 多热的脸 最后也得被冻伤啊 那么我们来看 到底两个人 需要的是什么 男方需要的 是温中有力 他希望有人管着点他 确实 一夜之间 就出现什么问题 不好讲 这是需要操心的 但是你那的方式 说白了 我们在下面都听得到 感觉起来 这姑娘不可爱 那个气场啊 就会让人望而生畏 女方其实并不是在控诉你外向 人来风 恰恰你的这一点吸引了他 填补了你内心的那种冷漠和愤怒 其实你内心并不是一个愉快的人 他跟你带来了不一样的色彩 他希望你更多的外向是针对他的 而不是把他冷落在一旁 游戏聚会的时候 他会觉得外人比我更重要 你把热情给了外人 去忽略了他 于是让他越来越愤怒 他缺爱了 所以把你那份热情多给他一点 那你们感情就能稳固一些 否则你们这样走下去 没戏的 首先第一个 我觉得两个人情商都挺低 你就不用说了 你是习惯性的暴力沟通 你知道吗 就你说话的时候 永远在审判人 然后永远说的很极端 就是一个片面的事实 你能把人说成 你都这样 你全这样 这是一个典型的暴力沟通 尤其在情感关系里面 很伤人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说你也情商低呢 我跟你讲 就是射牛 他不是情商高 射牛是取悦症 你调用自己的能量 让场面上所有的人高兴和开心 然后呢 忽略了自己和自己人 所以射牛伤己 他也是你自己人一部分 所以他难受你知道吗 所以你们两人加在一起 就是伤人伤己 两个情商都挺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是想说一个 现在年轻人比较常见的事情 就是大家可能 忽略掉的一个东西 叫生活习惯的弹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从小在原生家庭里面 都养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现在发现 现在年轻人 基本上很难去接纳 别人的生活习惯 所以你们的生活习惯 是没有弹性的 比如说你说 我是洁癖 有多少多细菌 是啊细菌啊 细菌你杀得掉吗 对不对 但是你为什么就完全不能接受 人家一点点生活习惯呢 就比如你 你可能平时比较邋遢 明知道他是洁癖的 为什么你不能稍微改一下呢 就因为你们活得太过自我 以至于你们连生活习惯 都没有了弹性 我们如果连为了爱 去改一点生活习惯都不愿意 那我们这个所谓的付出的爱 有多少呢 或者是你们从头到尾都是 我想要得到对方的爱而已 这才是问题所在 所以你们两个人 我不认为你们现在 就必须要分手啊 我觉得你们还有矫正的空间 第一个要矫正的 就是各自看好 自己的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 都有问题 都要矫正 这是一意义 第二个 我们适当地增加 自己生活习惯的弹性 多包容对方的生活方式 这才有爱的基础 就这样 我跟陆琪老师观点不一样 我觉得你们已经病入膏肓 必须分手 因为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是一种很糟的恶性循环 特别是在女生身上 我觉得你在跟她谈恋爱之前 一定是有过柔软的 一定也可爱过 一定你身边的人也会说 这是一个懂事的温和的姑娘 但是这一桩恋爱里头 你越发的面目可憎 说话的时候 真的是咄咄逼人姑娘 没有一句话 你不是立着说 你不是要吵架 就是每句话递出去 那仿佛都是在拱火 为什么要去那么拱火 因为心里真的有火呀 心里头的那一个沮丧绝望 没有安全感 已经快爆棚了 而且也因为你发现了 这个男人就真的是 有言不尽 有的时候你可能 大发作之后 他稍微收拧一点 而且你慢慢发现了 反正你这样对他 他也不会跑 你这样对他 你还能够宣泄内心的愤怒 所以你就把咄咄逼人 面目可憎 变成了现在的 你常有的样子了 一旦一个女孩 在一桩恋爱里头 变成了这一种样子 我都会建议分手 因为这一桩恋爱 在消耗和吞噬着 你所有的优点 你需要赶快叫停 这一种恶性循环了 他就像是毒蘑菇一样 长得色彩鲜艳 但不能吃 吃了一定晕眩 有毒得进医院 他就是初见的时候 你仿佛觉得跟他在一起 就是一场狂欢 他仿佛是一个激情的存在 他能够让我挖掘出 我内心中狂野的那一面 但是转念就发现不对了 因为他调动的是 人人的狂野 他没有边界感 没有自制力 他会消耗吞噬你 你的没有自制力 就不用说了吧 喝酒必醉 醉了必跑 哪一次要是你喝完酒了 乱跑随你跑 你在路上被车撞了 我看你还要不要跑 如果你跟女孩子联系 不是被他发现了 外卖都已经送到家了 哪天女孩自己敲敲门走进来 告诉你说我来投奔你的 我看你咋办 你不都是不停地惹事造势 然后他在后头收拾烂摊子吗 而你一定不能够成为一个靠谱的丈夫和靠得住的父亲 因为你没打算自制 就像刚刚你说了 你喜欢他的一个优点都是因为他能控制你 完蛋了 就是作为一个成年男人不打算自制 打算由一个女人来管我 而这一个控制权是我现在我交给他的 是我把我的遥控器给了他 让他遥控我 等我不想给的时候 我就收走了 而这个遥控器我为什么不自己拿呢 因为我不乐意 你发自内心的不想自制 没有自持力 这是一个男人最糟糕的地方 赶快分手 我觉得不管是赞同分 还是继续下去 大概有都基于一个前提吧 两位在内心都有各自的不足嘛 所以就记着老师们今天说到的 男生需要自我控制 要提升 女生大概要把这段感情看得轻一点 你看得有点重 它真的不是你生活的全部 你放一放 放轻了之后 再放松一些可能会好呢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想对你说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不管我生病或者是饿了 你都会去照顾我 给我买吃的 包括我在工作方面呢 你也会鼓励我 我也很珍惜我们这段感情 我觉得你如果要是 把你身上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我身上的一些问题 改掉的话 我想我们还会继续下去 你可以考虑一下 咱们刚开始在一起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但是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呢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的问题 还是挺多的 反正就是如果你改不了你这个 人来风的性格呢 还有一些细节的话 我觉得就是 反正我还是在考虑考虑吧 谢谢两位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同心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哎呀你们预测一下结果吧 双方其实内心也是力不从心 双不出 确实不够看好 不过他们好像还要挣扎一下 毕竟彼此还在当时状态下受益 我觉得双出吧 啊 女孩想出之前 想一想自己已经29岁了啊 毒蘑菇不能再吃了 所以 男出女不出 我特别希望的结局是双不出 来吧 看看最后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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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一起两年了 她总是以爱的名义 要求我做不愿意的事 谈恋爱是我最初的她 从来都是我更爱她 我岂就想要她给我安全感 就那么难吗 她不让我跟异性联系 可她自己又做不到 这难道不是双标吗 从来都是我更爱她 我不可能做对比她的事啊 她为什么不相信我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李22岁 来自天津职员 女嘉宾小马23岁 来自天津舞蹈老师 欢迎两位 欢迎 欢迎两位啊 恋爱谈恋爱谈恋爱谈了有多久 可以有两年了吧 喜欢你女朋友吗 那肯定呢 爱她吗 必须啊 是特别特别的爱吧好像 嗯嗯嗯 行 小编也提到了 恰恰就您这个特别特别的爱 让人女生好 还有点窒息 对不对 姑娘 对 她经常会以爱之名 给你提很多要求 是 都提过哪些要求 比如说吧 我们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俩之间吵架 就是因为一些小事吵架 嗯 她总是会让我发朋友圈 就是给她道歉 为什么要发朋友圈道歉 请教一下 我感觉是当一个 恋爱的过程吧 就想让她证明她心里有我 她跟你说的 对不起我错了不行 为什么一定要是朋友圈 安全感的一个缺乏吧 应该算 我的妈呀 你接受吗 我一开始挺不接受的 就是也会跟她吵 但是后来就也妥协吧 也会发这个 好 除了在朋友圈里面要道歉 她还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要求你 你又觉得很无奈呢 异性朋友这方面 就几乎不让我 接触异性朋友 而且也会删我的异性好友 就联系方式 为妈上了删的异性朋友 女朋友好看吧 我也怕别人垫子 对吗 不是那你是不放心她吗 有点不放心 你是不相信她有自制力吗 你不相信你们俩之间的爱是吧 我相信我对她的爱 这是心里话 我是爱她的 她爱不爱我我没把握 所有得管起来对吧 对 因此对你来说 只要是异性靠近她 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威胁对吗 对 就举个例子吧 就有一天她带她朋友过来找我来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说 你看你女朋友带一个男的过来 然后我就感觉到很丢人你知道吗 就是让人家说出来了 然后我就去跟她说这个事 主持人这个事我也想说一下 就说明白一下 那天正好她工作的地方有一个活动 然后我的这个异性朋友是过生日 我就想着正好给她也捧一个场 我也去找她 而且我也不是跟我的异性朋友单独待着 是我们一群人 然后就当时她就不乐意 就跟我吵架了 那人家到我就是 哎 四哥你看 你女朋友跟那男的这眉飞色 让我怎么看呀 不是 你身边都是些什么朋友啊 好朋友吧 这叫什么好朋友啊 不是 我相信她一定是 有分寸的一个聊天嘛 怎么就眉飞色舞呢 这词用的 那人家就那么告我的呀 然后我才那么问她的呀 那你应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呀 我相信我的女朋友才对呀 我不相信的 关键是 不是 那你不相信她 你放她走不就完了吗 你累不累啊 也不算累吧 你还会很享乐是吗 对 哎呀 好吧 这个我还真是不太能够理解 真是 那就说你男朋友基本上是没有异性朋友的对吧 他有 就是他对于我的这方面管得很严 他对于他自己没有什么要求 经常就是跟异性啊聊天啊打游戏啊出去玩什么的 打游戏我拜你了吧 我说我玩游戏你拉得来 我看见了也有你没有叫我的时候吧 那不打个游戏吗 打游戏 我们跟他干什么呀 那你半夜找别的异性打游戏 我问你了 然后我还不知道 你睡觉了呀 我睡觉了你就可以跟异性打游戏吗 那你是怎么对我的呢 我跟异性说个话都不行 你可以他不可以 也不是我可以他不可以 就当时我追他的时候 就真的特别费劲 几乎天天开车上下班接他 那吃什么我给他买 有一天说想吃荔枝 那我哪给他买去呀 换季的东西都 然后我就想着给他买 我感觉我对他够好了呀 就为什么要再跟别人打游戏呢 不是他 他是这个逻辑是吧 那你对他都那么好 那么上心了 你的世界里都只有他了 你怎么还能容下其他一个小妹妹 跟你打游戏呢 因为我是干DJ的嘛 也想着就是我俩 生活条件再好点吧 那肯定是我要去 维护客户的关系啊 这种话听得太多了啊 为了事业 为了挣钱 为了给你幸福 所以我不得不跟异性联系 虽然我不喜欢他们 是吧 对 哎呀 真是委屈您了 所以你的手机里 会有很多异性的电话对吧 手机还好吧 行 一谈到手机问题吧 我也想说 他要随时看我的手机 而我不能看他的手机 对于他异性朋友这方面 有一次他临下班的时候 跟我说他不回来了 回来我就在朋友圈看见 他跟别的女生 搂在一块的合照 我没搂他 他搂了我 他搂你 他不知道你有对象吗 他不知道吗 他为什么不知道啊 我没告诉他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呀 我不想告诉他呀 你为什么不想告诉他 那我不给赚钱嘛 你赚钱就可以告诉别人 你没有我对象 不不不 这个逻辑不对了啊 你这把自己带到勾里了 你这个小伙子 不对啊 就是可能那个人能给我带来的一些帮助吧 轻轻轻 我的天 然后就发现这个事 他也就是跟我吵 就是觉得他自己都对 那你怎么不说我没骂跟你吵啊 主持人有一次我去接他下班 他跟我说 你等会儿再来吧 我这心思 我都快到 那我上去看看吧 然后我看他跟一个男的 跟他耳朵跳 我都快贴上了 这个事我也想说一下 我是舞蹈老师 然后我们呢 就是那一天说要汇报演出 就安排我跟一个男的老师 就是排练一个舞蹈 然后就被他看见了 他就觉得 那你不会告诉你有对象啊 人家都知道我有对象呀 我又不像你 那你明知道我会生气 那你没办法还要跟他跳吗 这是我的工作呀 你工作就跟男的跳舞吗 不是 跳舞怎么啦 那都快贴上了 就是几乎就是 不是 不是你们什么舞种啊 民族舞 这很正常 那我看完都快贴上了 就是对我的一种不尊重嘛 啊 啊 就说舞蹈演员 他还不能跟名人跳舞啊 他能跳 他最码他给告诉我 他没告诉我呀 就是我 我不是那种不讲理人 你要说 我需要跟一个异性跳个舞 我说你跳吧 他没告诉我 他关键他瞒着我 好好好 我来问问啊 你要跟他道歉 要发朋友圈是吧 对 那有要求说朋友圈 要发你们俩的合照什么的吗 有 就是几乎两三天一发 如果我没有发的话 他就会提醒我 要不然就是直接拿我手机发 那他也是不是会同样 发到自己的朋友圈里呢 没有 我也会发 只是发的少而已 那为什么要求他发的那么频繁 你发的那么少呢 就我不太喜欢发朋友圈 这就是理由吗 那我不也发了吗 我不是没发 壁纸什么都是你 怎么还不行 那你不也换过吗 上班的时候 上班时上班时候啊 上班就不能让别人知道 你有对象 能知道 我没有说不让知道啊 你们俩是不是经常为这种事吵啊 对 他跟女生搂在一块 这种事就是很多吧 然后就是我俩经常吵 我经常分分合合的 有一次就真的分了 哦 为什么是 就是因为他跟异性的事 然后我就真的有点受不了了 因为就是他对于我跟异性 跟他自己对异性 就是完全态度不一样 就完全就是双标 你每次分手到了 因为什么事你都记不起来了吗 就是有一次有个饭局 有俩女的叫我 然后我就去了 玩到很晚才回来 然后他就受不了了 你回来了吗 没回来吧 那六点回来不也叫回来吗 我又不是车也不归 不是 就下午六点是吧 不 不 早上六点 我不也回来了吗 我不还给你带粥了吗 对吗 这叫回来了 玩到早上六点 那人家不走我有什么办法啊 人家不走你不能走 你不能告诉他 你女朋友在家等你吗 我还是有啊 那你怎么管我这样呢 我跟异性朋友出去就不行 我没有说不行啊 你都不让我出去啊 你也告诉我吧 我怎么没有告诉你啊 我都会给你拍视频 我告诉你跟谁在一块吧 你也随时可以打视频过来 对吗 你们俩那次分手 后来复合了吗 复合了 谁提出的 就是他去我家门口闹的 闹的就是邻居都出来了 怎么闹的 就是在那砸门 在那吵 我以为这回和好之后 就是可以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跟我想的差别太大了 就是比原来更差 管我都就更那什么了 比如说呢 就是平常我俩在家 他只要出去 我就不能出门 他上班我也不能出门 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随时要跟他报备 他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就必须得接 我只要没接着 他就会跟我吵架 那你不也去了吗当时 我去哪了 我上班的时候 我说你要给朋友过生日去 我说你别去了 那怎么了又 我给我朋友过生日怎么了 我好奇地问你 他为什么不能给朋友过生日 因为我在上班那会儿 对你上班 他去跟朋友过生日 就爱你什么事 我上班我怪累的 那为妈你要出去 跟别人放松呢 我怎么就叫 跟别人放松了呢 你去跟朋友过生日 不就叫放松吗 那我就得在家待着等你 你想过我吗 那你给过我安全感吗 你要跟他们去 我给你安全感 还不够多吗 你每一次让我做的事 我都没做吗 不是我 我有点听不下去了 我再问问吧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就是通过一次活动认识的 你追了他多久 两三个月吧 这应该是你追女生 最长的时间了吧 对 最用心的一次吧 没错 那你应该好好对他呀 我好好对了 对呀 你好好对他就是把他当成一玩意儿吗 你给我整个的描述就是 我费尽心思地逃换了一个宝贝 我这宝贝就只能放在家里面 我来看 其他人看都不能看 因为这是我的物件 对 对 你说对啊 我没有像对他一样对过别人 可能对别人一个礼拜就发了 不是那是你的问题吗 对啊 那我那么用心对他 那还为什么用心对我呢 我不需要你这样用心对我呀 你限制我自由了 你去上班 我为什么不能出去呢 我就不好奇这一点 当时可能我在想 我上班我也挺累的 那你为什么就我非要一定要去呢 他可以有他自己的生活呀 你上班是你的选择呀 你累辛苦你是男人 你去辛苦你的呀 你的权利是谁赋予你的呢 你觉得是爱吗 对 有爱吗 怎么不是爱 怎么是爱呢 一个女人跟你谈恋爱 不可以跟其他的男人联系 一个舞蹈老师 不可以跟舞蹈老师去 异性去跳舞 关那时候那个事 他没告诉过我 我告诉你干嘛 我的工作都要向你汇报吗 你跟女客户在那儿 喝酒的时候跟我说过吗 说过吗 这不是欺负人吗 我很好奇啊 姑娘 他到你们家去砸门的时候 就是那种极端的表现 你为什么要跟他回去 为什么 你不害怕吗 也害怕吧 也怕他会一直闹啊 你们俩以前解决争端 或者叫冲突的时候 他通常用什么样的方式 有的时候吵得挺极端的吧 也砸过东西 那他缓和的时候 一般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就是哄我 就是会说他有多爱我 多爱我 然后我就会心软 我就会跟他再和好 就每回吵完架以后 我很生气 生完气 我就去楼下转悠转悠 就也会给他买东西哄他 就是感觉他身边难得也很多 我怕最后我失去他 那你怕这个 他不希望你做的事 为什么你还做呢 你介意他这份工作吗 说实话挺建议的 那他换一份工作怎么样 可以啊 我暂时应该先换不了吧 你现在还爱他吗 爱 他现在能离开你吗 那不能 如果他离开你 你会怎样 难受啊 那就难受着呗 你成年人 你难受还少过吗 但我没有像那么 那是你的问题 你可以爱我 我可不可以不爱你 可我当时那么追他的时候 他为吗要答应呢 再说一遍 可我当时那么追他的时候 他为吗要答应呢 他就不该答应你是吧 也不算是吧 就说分手只能你提 是还是不是 是吧 今天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哎呀 你今天来这个是最佳的一个决定 二十二岁是吧 对 我是真替你着急我跟你说 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男生 您是我见过登峰造极的智师 你是把自己内心的那一种 自私和极端的需要当做了爱 我请问女生 男生刚才在质问您的时候 那种状态 在你们的相处过程当中是常态吗 是 他平时就是这么说话的 就是我俩吵架的时候 而且我请问你有自由吗 有自我吗 有自信吗 没有 当然无存吧 男生 作为女生当然要顾及你的感受 但那种感受是正当的正常的感受 他是一个舞蹈老师 和别人去跳舞 和别人去跳舞 大庭广众 有目共睹 你认为 他对你极不尊重 你和别的异性 搂抱在一起被拍下 你的理由是 不是我搂他的 他搂我的 但事实的结果 是你们搂在了一起 你认为你对他尊重吗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恋人吵架 竟然一发要求对方 在朋友圈公开道歉 这是一个人犯了错以后 甚至是涉嫌犯罪以后 法院做出的判断 公开道歉 你哪来的这样的底气和权力 您竟然会 他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你知道这样的一种状态 是对你的一种侮辱吗 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像你这样的控制欲 往往都是以爱为名 但是你是实实足足地把爱情 变成了一种战友 任何事情 只要满足了你的需要 才是正当的正常的 在这样的畸形的爱情当中 你不感觉可怕吗 我希望你 今天一个反思自己 第二 放过这个女生 她做得足够可以了 我特别想问一下 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对象 你觉得呢 对象吧 对象 错了 一旦认为这是一个恋爱式的关系 于是就用爱情的方式来解决 所以这边就说了 我爱你 所以我才怎样 于是你这边也会认为 用什么道歉啊 包容啊 甚至妥协啊 来去解决 但是你们假设一下 如果去掉爱的层面的东西 还是什么关系 是彼此奴役的关系 表面上 男方控制女方 但是我告诉你 男方 你离了她能好好的生活吗 表面上你控制了她 但是你也被她控制了呀 你生活也并不快了呀 你也很痛苦 这叫恋爱吗 恋爱是痛苦吗 如果恋爱是痛苦的话 那就该放下 你的生命里面只有她了吗 没她就不能活了 那一定不是恋爱关系 女方呢 尤其有一点别的不说了 复合是在什么情况下复合的 你不明白吗 她到你家里去闹 你又跟她和好了 哪有这么复合的呀 你还说我都妥协了 妥协完了呢 你的生活变好了吗 没有啊 你有你的生活和尊严吗 没有了 所以不要以爱为名 来解决你俩的关系了 如果把彼此拴在对方的身上 不能呼吸的话 那还是活命要紧吧 两人好好地思考一下 是不是要放开 不要紧紧相逼 会出事的 她今天是非常坦荡荡地 把自己的行为也说出来了 说明什么 她不认为这个东西有问题 所以我今天真正要谈的一个道理是什么 就是我们不要纵容情绪 小伙子 我相信你自己可以感受到 你在想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就是极端化的 就是想着我要怎么怎么样 我希望你自己也不要纵容自己的情绪 对于姑娘也是一样 她做了那么多的行为 她表达了那么多的态度 难道你不觉得里面是有问题的吗 你当然知道里面有问题 但是你为什么依然是接受了 你居然要求的是对等 而不是你这个行为是错的 你也在纵容她 我们千万不要去纵容这种行为和这种情绪 当她露一点点苗头的时候 我们就要打断她 我们就要告诉她 是不对的 什么是爱 我们认为的情感连接 正常的情感连接 都是让对方变得更好 而不是用一张网 把人家给牢牢地束缚住 我之前经常提一个事 我说当一个男人对你百依百顺的时候 你立刻就走 为什么 因为你还不起 你看 他站在台上 他直言不会的 我追你的时候 我付出那么多 所以你必须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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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得起吗 人给你买了一个荔枝 就要求你不准跟别人跳舞 姑娘 她这情绪已经被纵容到这个时候了 两个人都要矫正 赶紧地玩 就这样 在我们刚刚老师们说话的时候 我一直都在看你 你也瞟了我几下 你看我的眼神 对女人厌恶到极点 对女人的轻视和厌恶 应该是在酒吧里养成的吧 或者从小的时候经历过什么 你的工作让你看不起女人 你从来也不懂得如何尊重和欣赏女人 你在一堆人中选了她 你觉得她还算清纯可人 她跟那些女人不同 你觉得她身上仿佛还有 你可以呵护住的那些品质 是你所需要的 但是当你发现她身边 居然还敢有男的 你又会愤怒了 你不觉得女人天生应该拥有智慧 你也不认为女人应该有支持力 一个不懂得尊重女性和爱女性的男人 你让我怎么能够放心 把一个女孩的命运交给你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在什么地方吗 是你没有意识到 你的行为过界了 就是你觉得是对的 你的行为真的让我们都觉得不寒而栗了 你看啊 在朋友圈里面公开致歉 这不是在秀恩爱 你认为是秀恩爱吧 这个不是秀恩爱 那你错了 你为什么不公开道歉啊 因为你要面子 对吧 对 那她秀恩爱的背后到底意味着 是秀恩爱还是别的什么呢 宣誓主权吧 你自己到你自己的地盘宣誓啊 你跑到人家地盘宣誓什么主权啊 行 这女孩是爱你的 你把你的错对她的控制 麻烦你在你的朋友圈里给她公开道歉 你做得到做不到 做不到 你不是爱她吗 她说我爱你啊 你要不这么做我就得离开你 你做不到那就走呗 对吧 她说了我不喜欢你的工作嘛 你给我换工作嘛 做得到做不到 做不到 但是她那么爱你啊 你看她对多伤心哪 行吗 不行 那为什么到你这儿就行 行 你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把她追到手了嘛 她用两年还给你了 算不算还吗 她在朋友圈里面去发你们的照片 在朋友圈里向你道歉 删光了所有人的东西 凡此种种 人家算没算还给你嘛 实在不行 姑娘 你开两个月的车 接她上下班 行不行 她算不算还过你了 不算 为什么 就没有人能理解我的感受啊 你啥感受 我当时追她是多难 我当时追她是多难 你活该你要追人家呀 还好你追到了呀 这姑娘就不该让你追到 是这姑娘跟你说 来追我吧 追我吧 追我吧 有吗 没有 你自己要追的 结果来了一句话说 我追她的时候有多难 你们体会了吗 那这个姑娘现在跟你在一起 有多难 你体会了吗 所以啊 谁也别说谁啊 那你放人走啊 男人吧 放人走啊 谁也别说谁都有错 现在我们终结这个错误 你一会儿有勇气跟她说吗 有多不容易啊 不就开车接个上下班吗 不就买个反计水果吗 那叫辛苦吗 这就是米娜老师说你 你真的心里面不尊重女性啊 那以后你老婆怀孕了 你要接她上下班 陪她产检 那是十个月呢 这女人得怎么还你啊 你告诉我 兄弟你这样真的不行啊 我替你急啊 这么个性格 你又不会吃大亏的 我觉得你今天来 其实是来对了 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 从来没有人跟你这么说过 而且你可能真的认为说 这就是我爱的一种表达 你应该去找到那个原因 走出那个困境和困惑 我希望你跟她说对不起 跟她说分手 因为这真的不是爱情 你要调整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刚才四位导师也说了 我感觉我也有我的错 可能咱俩的结合 也是个错误吧 在这儿先向你道个歉 然后 祝你以后都好 祝咱俩以后都好好的吧 对 都好好的 可能我的爱也不是 让你太难受吧 但是 别怀疑我爱你 也别怀疑我爱我 嗯 没有 对 都好好的 余老师 做心理学研究的 送给这个小伙子 一段对他有意的建议 从上场你的手就在后边放着 你在演示你背后所发生的一切阴影 把手打开 面向真实的世界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阴影 不要活在阴影里面 早日走出来 心灵自由了 爱才能回到你们身上 好 来 陆琪老师给一段建议 我给姑娘建议吧 嗯 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自己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 你在此时此刻 你最应该看到的是自己的退路 明娜老师 小伙子 离开你现在这个行业 我也特想说 你现在的这一个行业 会使你不停地看到 人性中软弱的那一面 或者说那一面也都是 大家在释放自我 那一些负能量的地方 那些地方不适合你 我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 我只想说 你可以得到幸福正常的生活 但前提是 你得站在有光的那面 这也是我特别想说的 换一个环境 脱离一下圈子 重新看待生活 然后做一些调整 就好了 因为年轻 所以好办 加油好不好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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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社 现在是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确实 以爱自民的掌控 总有一天会失控 我认为今天最欣喜的是 两个人同时不出来 我也坚信 两个人同时不出来 从心理角度讲 恋爱是一个最好能够 看清楚自己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 恰恰能够更了解自己 分开可能会重新开始 我的预测 两人都不出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两个人都出 我好担心 双不出吧 爱和占有欲是两回事 男生自以为是爱呢 但其实只是极强的占有欲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请开门 哎 这个特别好 这个选择 应该就是生活里最好的选择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再一次的感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们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